早上的早期發現 幾何兩位 到今天早上已經正式發現 最後兩位的營養者 這個也發現了部分的大吉 但是因為在大梁整個壓住 所以必須要從樓上 由大鋼牙一步一步的往下 像剝洋蔥的樣子 剝到最後一層的時候 再把主人移開 確保大體的完整 也得到台灣的同步祭司公會 所有祭司的要求要怎麼做 還有花蓮地檢署檢察長 主任檢察官 一支共同決議 我們在贈德家屬的同意 堅持以後 我們正式待會就要進行全面的開網 務必讓兩位禮難者的大吉 能夠順利的移除 花蓮0206的地震 在指揮官副縣長的宣布 搶救的行動已經到一段落 後續就是拆除的工作 首先我代表蔡英文總統 向所有禮難者表達愛道之意 也向家屬表達慰問 同時也感謝副縣長 還有縣府的團隊 在過的過程當中不眠不休 非常辛苦的進行搶救的工作 當然來自全台灣 警銷、益銷、救難人員 公立團體、土木計時工會等等 全力協助 行政院也非常非常的感激 特別是從地震的第一個時間開始 我們也看到社會上許許多多善心的人士 有錢出錢、有力出力 這給予花蓮縣政府後續的重建 可以說是有很大的幫助 這部分呢 我們也希望大家持續給花蓮加油 給花蓮支持 行政院則無旁貸 一定會跟花蓮站在一起 來協助解決後續的震災 或是重建的工作 日前我已經宣布 由花蓮的女兒 陳美玲政務委員兼國安會主委 擔任召集委員 跟花蓮縣政府一起解決後續的種種問題 花蓮的地震不是台灣的第一次 之前有台南的地震 更早之前還有中部的921大地震 國家自有一套制度 來協助解決各地的這種狀況 每一次呢 都累積經驗 每一次呢 科技也都創新 每一次的做法也在改進 所以這一次花蓮面臨這次地震 得到中央政府的關心 相較以往 只會更多 不會更少 這部分呢 我也跟大家報告 我們後續 我們會一件一件 透過這一個 正在重建 專案小組的會議 來協助解決 花蓮的種種問題 請大家 多給花蓮縣政府加油打氣 給副縣長加油 也給予我們支持 我們會把事情 一件一件的做好 謝謝大家 好 好 這個 地震之後的 震災跟重建工作 其實是千頭萬虛啦 包括 對於受影響的居民 他們居住的問題 生活的問題 甚至未來還有 就業的問題 就醫的問題 還有就學的問題 非常非常多 所以 因為有台南的經驗 所以呢 我在第一時間 就只是要成立 正在重建小組 而且還特別指定 由政務委員 而且還選定 花蓮的女兒來擔任 目的呢 就是要去解決各項的問題 只要這個事情 出現了 應該解決 後面的經費 就已經協助 第二個呢 台南市的地震 過程當中 當然行政院 沉蒙 張山正前院長 很多關係 我剛剛去看 我們花蓮自來水的供應問題 我們台南市也碰到了自來水 斷略 我們的缺水的時間